你干嘛呀你 趁我爷爷还没发现 赶紧走 我为什么要走啊 我走哪儿去啊我 我是你名正言说的女朋友 女朋友 大姐 大幕已落 观众都已经散场了 您还演着呢 我爷爷要知道 你在我家过夜 非把我打包邮寄回美国部 不可 有这么严重吗 有这么严重 赶紧走 您要是不想让我回美国的话 现在就走 我 我现在往哪儿走啊我 门是肯定走不了的 走 跟我来 你拉我阳台干嘛呀 我 我 我真跳不下去 你这个太危险了这个 在那儿呢 你俩这有正门不走 怎么从 从这儿出来了 你们俩都真是时候 靳远 昨晚真的跟丁丁在 在一起啊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 我都那晚上喝多了 我说各位 咱们能不能放个地方聊 这儿不安全 一会儿来电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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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在我眼前晃悠了 我这头都让你给晃悠晕了 要是等他回来谁都被拦着我啊 好好叫一叫这臭鸭子 跟家里人都不打招呼 还夜不归宿 瞅瞅你这个当爹的 孩子一晚上没回来你都不知道 这原儿真要是出点什么事了 我看你怎么跟王玉交代 妈 你这昨晚不是一直忙 咱们都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等孩子回来了好好问问再说啊 来 怎么样 这点很高吧 一点都不高 你们能不能赶紧回去了 趁我爷还没有发现 回家路上再慢慢合计 不要算上我们 你是金元男朋友 这事你必须得负责 男朋友 我 叮叮 不许再说了 你必须得负责 你还算个男人吗你 你是男人你上 我留给你 我 你什么你啊 我就是提供一个住所 你们回去以后千万不要提我 我做好人从来不留名 说得轻巧 这事你至少得负一半责任 能不能先别化本责任 祝你们回家平安 我走了 拜拜 等一下 奶奶身体有点不舒服 想请爷爷过去看看 爷爷在家吗 你当我们家爷爷是你们家御医呀 随叫随到 可是奶奶他 没有可是 我只是负责转达 走了 这 什么人哪这是 奶奶怎么样了 就是有点不太舒服 我们回去吧 走 走吧 爸 竟然昨天晚上好像会叮叮在一起 大半夜的喝大酒去 我怎么听见 他 他不愧是把您屏蔽了吧 屏蔽 臭丫头 行行 屏蔽我是吧 好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这圆和小丁也不是小孩子了 现在谈个恋爱出去搞个通宵 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妈 妈您这也太开放了吧 咱家园是闺女儿 吃亏的是咱们 什么吃亏占便宜的 只要两个孩子好好的 咱们家长把话说到了就行了 回头 我去找小白 坐下来把这个事定了 这也不是说您们定的事啊 如果她们俩光明正大谈恋爱 那那那那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 但是这这夜不归宿 这这万 雷姨 满堂担心也是没错的 现在社会多乱呀 虽然咱鱼儿聪明 可是也得长个新眼 万一吃亏了怎么办呀 是不是 等等 你们两个都听好了吗 千万别说漏漏 我们这么做 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要不你回去跟金叔认个错 没事的 我认什么错呀我 这种时候坦白从换 那不就等于往虎坑里跳吗 虎坑 还有你 你不帮我可以 但是 不要乱说话 我 我当然还行了吧 好 姐夫 蹲下吧 多细做全套了吗 我不是刚从医院回来吗 快 回来啦 怎么了 来来来 又怎么还真是回来啦 又人出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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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我刚从医院里头回来 怎么了 我难受啊 怎么了 又又又又又又又 怎么了啊 怎么去医院了呢 我我我我我昨天晚上突然 突然肚子特别疼 我一看你们睡得都挺香的 我哪忍心打扰你们呀 我就自己爬起来自己去医院了 然后医生说我是那个急性肠胃炎 就让我打了一晚上的点滴 你 你看起来 你们看 你 好了好了好了啊 那你也给家里打个电话呀 你家里人多担心呀 我我我实在是疼的 没想起来打电话 我我都要疼死过去了我 大龙 你在哪医院把他接过来的 我我我没问你 你说 就是 那个 那孩子都住院了 你还不依不饶的 那个 保养你扶奶奶回屋身休息 容容 跟爸认得错 我握担就没事了啊 那那那那 你说 你说你拉着我干什么呀这是 真可怜 都拉拖像了 这晚上 一直在输液吧 你看 说了多少瓶 好几瓶了 有白的有黄的有红的是吗 丁一丁人家是社区医院吧 是不是他帮你打的点滴啊 你这话杀得够可以的呀 一个女孩子家夜不归宿 跑一男孩家喝大酒 你把我脸全都丢尽了 丁宝跟你说的吧 你甭管谁跟我说的是不是吧 这个瓶头 行 那你都知道了 我也不瞒你了我 这个家压根就没有人在乎我 我出去这种伤手我不行啊 你还有理的是吗 你是不是劝揍 揍啊 打打 你打死我算了你 你以后不敢揍你啊 你嫌我丢人是吧 你家都不愿意把我生出来 哎呀你怎么真的还真的啊 你打你的妈 你都欠教你 妈呀 妈呀 我怕你了 你教育都没用 你妈呀 我打你的妈呀 在哪儿呢 我还没死呢 这个家你抢什么位子 妈 你帮我打死我吧 你这家根本就没有人去找我 快快快 爸 爸 跟你妈打电话 你等他赶快回来 等等 奶奶 我错了 爸 我就是该打 你再打我两巴掌吧 不 妈 我不应该动手打女儿 我应该说服教育 是我不对 我错了爸 我不应该打女儿 我不应该动 我错了 都不对 爸 跟你妈打电话 雨儿 肚子饿了吧 饿了 走走走 阿姨给你弄点吃的啊 走 你们赶紧散了 好好好 好好好 叔叔在家里 让我出去一下 干吗去 我找丁一丁上去 满堂 你千万别冲动啊 你说两个孩子以后要是好了 你不成了恶人呢吗 妈 我不会怎么着的 我就要问问他们俩昨天晚上 到底怎么了 如果说他们俩真正 踏踏实实谈恋爱 那另当别论 但如果说他丁一丁 他乱来 那我们家闺女儿绝对不能吃这种亏 不行 我得跟他一块去 满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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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满堂 满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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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都怪我 是我教育无反了 真是对不起啊 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我不会轻饶他的 小白 您先那消消气 咱们两家知根知底的 以后这两个孩子要真是成了 那是件好事吗 妈 这来的怎么不是来相亲的 我 我 小白 我想听听你的意思 梅小剑 我是想啊 这俩孩子们还都太年轻 还都没定性 还年轻啊 该是定下来的时候了 小丁 今天呢 两家的长辈都在这儿 你表个态 我跟你们家元 没打算呀 这就 你说什么 没打算 你把我们家元当什么了 没打算 我跟金元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孤男寡女都夜不归宿了 还没发生过 你是推卸责任是不是啊 我 先别着急 让孩子把话说完 你说吧 我实话跟你们说吧 我跟你们家金元 真不是你们想象那样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你不是当着我和你爷的面 说你们谈恋爱了吗 我们就是 非常单纯的同学之间的关系 就这样什么都没有 你让我怎么说你们这帮年轻人 怎么对待感情的 一会儿又说男女朋友 没隔两天又普通朋友 你们把感情放在什么位置上 行行行 我也不跟你们逗咳嗽了 我就问你一句 你跟我们家那元 在身体上有没有发生过那种 实质性的接触 没有 这个真没有 我对天发誓 既然是这样 我就放心了 是是是您是放心 但我还得说一句 一丁 你是老爷们 是不是 怎么都行 但我们家元那是黄花大闺女 是不是 你不能老 你就把人晾到那块了是不是 当然了 我说这话不是说 非得攀你们家这门亲戚 那追我们家元那人 那从活动口那排得完不行去 就是 是是是 我也没办法呀 是他自己要找我 我对他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行 这是你说的 你对我们家元一点感觉没有 那从今往后 你就不要再找我们家元了 是他主动找我的 你还说 你是 梅小姐 这对不起啊 我看他这样吧 这两个孩子呢 就让他们顺其自然去发展 咱们老一辈的呢 也别跟着参考 我们以后啊 各扫门前雪 管好自己的孩子 你千万别让你的宝贝孙子 再靠近我们家元 我们家人心识 开不起这种玩笑 梅小姐对不起啊 对不起 是我没有管好我的孙子 我一定严加管教 让他 做深刻监讨 这问题啊 得从根儿上搞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没想到昨儿我没在家作证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怪不得我爸脾气那么大呢 我又躺枪了 昨天你是不在 没见到奶奶的样子 太可怕了 说什么非要赶我们走 可是一觉醒来吧 又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秦云 奶奶的健忘症 越来越严重了 要不要哪天带她去医院 做个全面检查 检查也没有 奶奶忘记的 都是她不愿意记起的 媳妇 去帮妈妈把厨房收拾一下 阿姨 让阿姨看看 还疼不疼啊 疼 心疼 月儿 你爸给你动手啊 他这心比你还疼呢 我爸呢 去哪儿了 你爸出去了 奶奶跟他一起出去了 我爸和奶奶一块儿出去了 那 那不会是去找丁丁了吧 爷爷您轻点 手下留情 avoim 爷爷 我就知道你不舍得打我 爷爷老陆打不动了 爷爷 这事不能全怪我呀 你喜欢那个郝锦绣 想让他跟我在一块 那我也是没办法呀 我只能出此下策了 这都成过的错了 不是您能错 爷爷 我知道您爱才心切 享受郝锦绣为图 我双手双脚赞投了 但是您也别 买一赠一地把我也得给搭上了 爷爷您看 是他招我的 不是我招他的 走吧 赶快收拾你的行李 赶快做 我一分钟也不想看见你了 爷爷 还有我爷爷 这个钉一钉 不会刚有一点风水草动 就落荒而逃了吧 元 阿姨想问你一个问题 可以真实地跟阿姨回答吗 当然了 你昨天一夜都跟丁一钉在一起 你们两个不会 停 阿姨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 不是您想的那样子的 昨日呢 我们好多同学 都一起在丁一钉家呢 就喝酒来着 我不是昨天心情不太好吗 喝着喝着就喝多了 然后呢我们同学都在一块 就都睡在他家了 您虽然看我这个外表呢 有一点点的小奔放 但是我的内心可是特别保守的 但是 阿姨给你透露点事啊 你爸呢 你爸呢 觉得你跟那个小丁呀 是真的不合适 他不太喜欢那个小丁 所以我还是劝你 别在小丁身上太浪费时间 您说我爸他懂什么呀 是不是 有可能我跟丁一丁现在 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合适 但是日久见人心呢是不是 时间久了 有可能就合适了呢 再说了 我也没打算 现在就嫁过去啊 你这个理论我还真是不理解了 那你谈恋爱找对象 不就是为了结婚吗 阿姨 我自己的事我真的知道了 我心里有书 求求您了 好好好 阿姨不说了 爷爷 你就原谅我一次吗 我真的不敢了 走吧 爷爷 您要是不解析您打我 您怎么打我都可以 您狠狠地打 走吧 能走多远走多远 您不是说 我考上京大您就不赶我走了吗 你不是没考上的吗 再说了 再说了 前两天你爸爸来电话 让你赶回美国参加他们的婚礼 我爸的婚礼我去不去没关系啊 我不想离开你啊 我求你了别 别跟我走 走吧 走吧 能走多远走多远 爷爷 我求你了 那别赶我走吧 回美国去吧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跟金元断绝联系 我会跟他解释的吗 你不走 我走 我 我爷爷 我爷爷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我 我 喂 一哥 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急死我了 我被你害惨了 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我不想再听到你的声音了 我 我 喂 疯了吧 叮一叮这回肯定恨透我了 怎么办呢 不是叮一叮给我喝的什么醒酒药啊 这比蟹药还猛啊这个 梅姨 您自己回来了 满堂没跟您一起回来呀 她说公司有事 把我送到胡同口就走了 有人呢 人在屋里躺着呢 身体不舒服 还躺着呢 这戏还演不完啦 这次看来真的不是演戏呢 厕所跑好几趟了 看来是真不舒服 那我借你去看看 真的不能撒谎 随便说的一句话就灵验了 这是老天在惩罚我嘛 好了 别说了 好好休息吧 休啊 奶奶 你先出去吧 我跟袁说两句 好 真病了 真病了 你连你也不相信我 得了 别装了 我和你爸去过丁家了 什么都知道了 您去找丁丁了 我这头一回听说 谈恋爱还在假装的 你说你们两个 唱的这一出是给谁看的 没给谁看 那这话要说回来 都怪您那个小白 他非得要收好景秀 当关门弟子 又不愿意把自家医术 往外传 就非得把丁丁跟好景秀 往一块捏过 什么 小白看上你阿姨家的闺女了 没错 丁丁也是出于无奈 找我帮忙的 真是你乱点烟烟谱 找老丁头糊涂了吧 就是糊涂了 都不知道小白爷爷怎么想的 简直太离谱了 别管别儿了 你管好自己就行了 你跟小丁 哎呀奶奶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知道 您就别跟这儿瞎窗户瞎 凑热闹的干吗呀真的是 哎呀肚子疼啊 娅儿 娅儿 要不要去医院 不要 那怎么办呢 您出去我就不疼了 你就给我装吧 你就给我装吧 确实懂得到 哎呀 走吧 走吧 装着清静 清静干吗 您拨掉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关机 什么情况 啊 嗯 肚子还疼吗 疼 脸疼 心更疼 是吧不对 意识冲动 不该上手了 那爸这不是 亲自过来给你承认错误了 那您来照我说这话之前 想好怎么补偿我了吗 那当然了 你爸我是谁呀 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美丽华夫 不如 不 不什么 法语 法语 我就知道您有单独的安排 酒给你吧 您这这这还疼吗 但是不疼 行但是 行但是 你看 洗完就好 爸问你 你 你这肚子到底怎么回事 丁一丁给我的那个解酒药吧 比减肥药还管用呢 我去了好几回为人减养斗 你看你这傻孩子 人给你什么你都吃 人为你滴滴的你也喝呀 我跟您说啊 那喝酒那事绝对不能怪丁一丁 是我自己心情不好想喝酒 人家一推三六五都干干净净的 人家一推三六五都干干净净的 人家还替人家说话 你傻不傻 掌柜啊 我跟您说啊 您绝对不能干涉 我们俩的恋爱自由 晓晓啊 你现在 也到了可以谈恋爱的年纪是吧 你要谈恋爱 爸绝对不会干涉 那我这脑袋 你跟丁一丁的 那纯纯的就是单相思 真的 我都调查清楚了 人俗话说得好 男追女隔座山 女追男隔层沙 你这一层沙都没隔 直接往人身上贴人都不接招 你说你 真没戏 爸 你这这这 听我说 咱先不提人丁一丁 就是你 我闺女 冰雪聪明的一大姑娘 以后找什么样的找不到 非得在丁一丁那棵歪脖树上吊死你说 你何必呢你 爸 我跟您说件事 不说 又疼了 又疼了 我看她疼了 我看她疼了 不说了不说了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不说了不说了 但你其实 我看疼了 对对对对 不说了你你你消化一下 走了我走了 我 又不疼了 也许爱情就是这种滋味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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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这回是真生气了 电话都不接了 喂 妈妈 你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吃没吃饭呢 最近天气挺冷的 你衣服戴得够不够啊 妈 你别担心我了 没事 挺好的 我刚跟我爸吃完饭 我这不是正准备给你打电话的吗 你跟你爸一块吃的 对了 听说他最近 他要跟艾琳结婚了 妈妈 你最近怎么样 跟那个凯文怎么样 帮我跟他问个好 我们挺好的 还是那个老样子 那你开心就好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儿子 没什么事 哪天你过来看看我 好 那我这两天看看 有时间我就过去找你们 拜拜 秦总 真不好意思 最近家里事比较多 就是老迟到早退的 没事 能理解 你说你一个人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 也挺不容易的 而且吧 这孩子一大了 这真不好管 可不是啊 所以啊 我不要孩子啊 这一有了孩子 全给套住了 你看像你 这前窝后窝四个孩子 你说你多难哪 是啊 估计我这辈子就当孩子奴了 孩子们都长大了 你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自己的幸福了 孩子们的幸福呢 就是我的幸福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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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观念啊 太老了 你说你这一辈子 上有老 下有小 让你操碎了心 你 你是不是也应该 换个活法啊 行吧 听您的 等孩子们幸福了 我就换个活法 你呀 真是 那个 秦总 我还得舔着脸问您一句 就是我上次求您那事您 对对对 我再给你打个电话啊 你这后爹当的 没毛病 秦总 外面来了好多人找您 找 那 我先去一下 你去吧 联系好了 我告诉你 好 好 嗯 来 各位 这边 这边请啊 这是我们前台 这是工作区 这是我们的会议室 你们看 我没吹牛吧 你看看这公司多气派啊 是 满堂可是跨国公司的大老板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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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同你 就说的这个 大老板 谈不上 我们这公司呢 属于全球连锁 在世界上很多的城市 都有很多民主 我只不过是 北京地区的总经理 哎 北京地区的总经理 那也不是一般人哪 是吧 是 是 是 我听小红说 你们在香港的项目 非常靠谱 对对对 这 这您都听说了 没错 香港那项目 刚推出没多久 这不马上就快清盘了吗 怎么着 你也感兴趣 我就是跟着过来凑凑热闹 看你这儿有没有好的项目 我跟着头点 马哥 你这回就来对了 我待会儿让我的私人秘书 艾米 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有很多项目可以讨论 那个艾米 你去把那个香港那项目的资料 多拿几份吧 好的 各位稍等 满堂 行啊 连秘书都配上了 工作需要 来 咱们那个会议时请 好不好 里边 这边 这边 好 这边 汐儿 这个绿罗不能浇水浇得太多了 你看叶子都黄了 好 累不累啊 累了 坐那儿歇会儿 妈 我不累 对了 我看你这金书啊 真是死活看不上那个一丁 要不然你找个机会 你劝劝袁儿 我根本就没少劝他 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定一定有什么好的 长得帅又不能当饭吃 美女 欢迎光临 呦 这是谁啊 秀啊 这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啊 我都认不出了 谢谢红衣 红衣好 好 好 姐 今天怎么闲了 我刚从你们掌柜的回来 你们这个掌柜的现在 可厉害了 你上他公司去了 我今天领几个街坊 去实地考察了一下 慧蕾 你也加入了吧 我 我不加入 我没钱 一千块钱总有吧 一千块钱就可以成为会员了 那最高收益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 十五天就可以兑现呢 百分之三十 国家有民文规定 任何金融机构 都不可以超过国家规定的 否则会被定为扰乱金融市场 你看你这孩子 你是不是书读多读傻了呀 那什么叫扰乱金融市场 秀 大人说话小孩别打嘴啊 姐 小孩呢 我跟你说呀 今天我看你们掌柜的 那真是可厉害了 前呼后拥的 连秘书都有了 他现在连秘书都有了 当然了 那大长腿 那身材可性感了 真的 我都看到了 今天我还看见他们的女老板了 听说是婉玉的同学 一点都不像那么大年纪啊 那大长腿 那性感 满脸的胶原蛋白 都能掐出水来 瓶 我知道 他们老板人长得是很漂亮 你说他们那老板长得那么妖柔 跟你们掌柜的来来往往 那时间长了 能不能插出点花花来什么的 不会 肯定不会 我金大哥不是那种人 你以为你们掌柜的是什么人啊 他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吧 正是精力旺盛 那一个人 再加上女老板那么偷牌送抱的 你以为你们掌柜的是柳霞会在世呢 洪姐 这些话你可不能乱说啊 你传到邻居那儿也还好说 传到我们家老太太那儿 那不就炸了锅了吗 哎呀我才没那么缺德呢 我不跟你聊了啊 回家做饭去了 洪一再见 空落来喝茶 妈 秀儿 你可别听你洪一胡说八道啊 他那人 就是嘴快 你金叔是什么样的人品 我最清楚了 各位老总 这杯我是替秦总敬各位 好吧 我干了 你们随意 来来来来 我们一起啊 喝酒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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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你看 豪卖 我来请你一杯 单独请你 好好好 客气来请你 客气来请你 上次那个客户 还得给你介绍过什么 谢谢啊 多亏您介绍的 来 喝酒 来 喝酒 来 给你一杯 你干嘛呀你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谁送的呀 我告诉你 我还保密呢 是不是丁一丁送你的呀 她 她怎么会送我这个呀 我都病成这样了 连她电话都不给我慰问一下 我爸送的 美丁的朋友 我就说 金叔其实是很爱你的 今天呀 我在这儿发现了 他那天没当着大家面拿出来呀 估计是怕你看了不高兴 怎么会呢 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我就知道你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其实这一大家子也挺难为金叔的 喂 我是郝锦绣 是家政公司的呀 我 Haven both. 1 2 5 4 1 1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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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她 一个妈 一个老大 背着家 潮潮 闹闹 嗓子都发芽 磕磕盼盼 又是一场年华 让爱再加开漫画 风雨再大 也不怕 心里藏了多少花 脸上的泪要自己擦 陪你看江山楼花 岁月最初了买发 一个微笑闯点牙 坦荡胸怀做老大 让爱再加开漫画 人生有你 也有他 生活永远不会塌 只要有你 扛住了 扛住了 整个家 让爱再加开漫画 风雨再大 也不怕 生活永远不会塌 只要有你 扛住了 整个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